每个题目设计的那个右上角都会有一个意中难 因为这一题它是意的 但有时候我是觉得它这个给的也不见得非常客观 因为有些好像看起来意义 可是这些难度蛮高的 那有一些明明很简单 它就是标比较难 不过这个可能是命题委员可能想法不太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那个110这一题的说明 它到底这一题它为什么要设计这一题 第一个就是说 它是希望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ECEL来做投资的一个工具 这工具的话主要来源就是电子股 所以一个人叫33 它以那个电子股作为股票的投资标的物 所以它想以简单的图表 也就是说 它希望把什么 把那个资料图像化 OK 那资料要把它图像化 其实方法很多 那其实ECEL新的版本 它都有提供这种 把资料图像化的这相关功能 那只是说呢 我们要怎么样利用这一题来学习 资料图像化的这件事情 那比如说当然 常见的不外乌就是说 如果像那个股票有涨有跌嘛 那涨跌的部分它用折线图来呈现 OK 那可是要怎么样快速的把这个图给画出来 那另外的话它还希望用什么 横条这个图形是显示那个张数高 就是用图来表示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第一个就题目说明 那做答须是一样啦 所以其实存档 然后再来的话 比较重要就是 那个第三个设计项目 那总共它 哇这一题比较多 这一题总共有 总共有1 2 3一直到6 总共有6个动作要完成 那不过没关系 我们逐一来完成 那一样啦 如果你参加这个资料考试 它桌面上它会给你个纸本 纸本就是这些东西 所以如果你假如看得懂 而且知道它问什么 其实说真的 你就照着做 要通过我觉得应该不是太难的事情 最怕是你看不懂 或者看错了 然后你做的时候又做不对 或不知道该怎么做 那当然一定是没办法通过 所以最重要还是先知道说 它到底在问什么 OK 所以考试的时候 它会给你这个纸本 纸本是确定有的 反正你看懂照着做 我想应该也没什么太大困难 那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它第一个动作要做什么 调整栏位顺序 所以要顺序的话呢 它希望有走到又是股票代号时间 这个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所以接下来的话请各位 帮我开启那个练习题的110这一题 OK 那启用编辑一下 那首先的话 它到底要调整哪一些顺序 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 那刚刚我已经整合 就是整理过了 它的顺序股票代号时间这个不动 那你会发现呢 它现在的这个成交 前面还多两个栏位 哪两个栏位呢 它题目里面有什么 着收跟开盘 所以其实要把着收跟开盘 移到成交的前面 有没有 那我们来看一下 着收开盘在哪里 着收在这里 开盘在这里 那也就是要把H跟I 这两个栏位 放在C的前面 OK 那怎么移动它呢 很简单嘛 第一个H跟I选起来 选的话记得选整栏 OK 然后按右键可以把它减下 减下之后的话呢 请你再到C栏 因为你如果要把它 放到它前面 你先选C栏 然后呢 按一下右键 它这边有一个什么 插入减下的储存格 意思就是把着收跟开盘 放到C栏的前面 OK 点一下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着收跟开盘 就会放在成交的前面 就是左边 OK 这样第一步就完成了 第二步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还有哪些栏位顺序 着收开盘成交 后面买进买出 不过好像它顺序 不是买进买出 它是什么 最高最低 才是买进买出 所以哦 第二个要求就是把什么呢 把这个最高最低 就是C跟K 一样移到哪里呢 移到买进的前面吧 应该没记错的话 对 买进的前面 所以呢 等于有点像刚刚同样的动作 先把追根 可以选起来 按右键减下 然后呢 再到哪里呢 买进的F栏 点一下 然后按右键 插入减下的除尘格 OK 这样都OK了 所以呢 顺序我们理一下 应该就会达到 它要的一个顺序 所以你们自己再看一下 只要这个顺序没错 那就完成第一题了 OK 那再来的话呢 就是第二题了 第二题实际上就是 要把那个什么 资料图像化 在新版 其实不能说新版 2016其实也不算太新 它其实里面就有提供 所谓的那个 像什么折线图啦 还有像那个直条图 它可以直接就把那个 栏里面的数字 直接就把它画成一个图给你了 OK 你不用写任何程式 我觉得这还蛮有帮助的 OK 那它要做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它说在L1的除尘格 要输入这些字 什么 着收开盘与成交比较 OK 这有点多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最后再把它的栏宽 设定为15 要自动换列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要打这几个字 着收开盘与成交比较 所以这边L1 这要把那个字打上去 着收开盘与成交比较 OK 哇 字蛮多的 着收开盘与成交比较 那输入完之后 它第一个问题是 它希望你 这个栏位名称因为太宽了啦 所以它希望你自动换列 那所谓的自动换列 当然就是让它变成 放在两列啦 你可以看到上方有自动换列 有没有 所谓的自动换列啦 其实就是让它变成两行 去呈现 OK 好 那可是问题它应该不止两行 它变成三行 那怎么办 再来它题目里面有 跟我们讲说 那那个栏宽要设定为15 那15的话呢 要怎么设定 你就选取L栏 整个栏选起来按右键 就会看到有个栏宽的选项 OK 栏宽点一下 然后呢 预设这边好像是8.38吧 改成15就好了 15 这样OK 看起来好像比较不会那么的窄 好 接下来的话呢 那你说字不要打错 其实考试的时候 字打错也不算分 所以你要再校对一下 着收开盘与成交比较 着收开盘与成交 没错 自动换例 好 再来的话呢 依据着收开盘成交资料 它希望绘制成所谓的折线图 那以前的话可能是 整个资料画一个 它不是 它是希望三个资料 着收开盘成交 它这三个资料呢 帮我在这个地方 画一个折线图 有高有低嘛 那如果画个图 其实比你用眼睛看数字来的直觉 有没有 看图一定是比较好理解 所以我希望把这个地方画一个 它这边有提到的这个所谓的什么呢 这个折线图 那折线图的话呢 接下来把游标一样停在L2 那你可以看这功能 理论上应该2016以后的版本都有 但之前的版本不见得有 OK 如果没有那当然你可能用别的方法 如果有 其实蛮好用的 在这个地方有插入就有一个折线图 好吗 那这个折线图的话你点按确定 点它一下之后 它会问你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的资料范围在哪里 那因为我是什么 着收开盘与成交 所以着收 你选C2 开盘D2 再到E2 这个范围 所以C2到E2 这个范围把它点一下 那意思是说 帮我把这个三个数字 把它画成一个折线图 放哪里 放L2 OK按确定就可以了 那你会看到 昨天 昨天的收盘 开盘到成交 往上 有没有 马上就可以知道说 今天成交金额是向上的一个趋势 那这个画出来之后 它还要要求哪一些 我们看一下 图画出来没问题 接下来的话 它说要在这边显示标记 并且套用有一个样式 就是那个图原来是黑白的 看起来不漂亮 所以它希望说增加几个样式 其中的话一定要有标记 那你们可以把那个 有没有 这边有样式嘛 那样式的左边有个叫标记 把它打勾 那所谓的标记 其实好像就是那个图 上面帮你加个点 感觉好像会比较清楚 原来这边有三个资料 有没有 然后就会看出这个高低的起伏 有没有 更清楚 再来的话 样式在这里 样式你把它点下去 它要的样式是哪一个呢 它要的样式 这边有一个叫什么 走势图样式 彩色景一 那景一的话呢 通常一定是在第一个 有没有 所以这个一定是第一个 景一 所以底下的话 彩色的是哪一个 理论上应该是这一个 有没有 在第一个 那彩色的话 理论上应该是在 这个样式的最下面 所以应该是 左下角的这一个 你把它点下去 这样的话就完成 它要的这个样式设定 OK好 就这一个 有没有 这个 走势图样式 彩色景一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完成之后的话呢 它底下都要套用 不过 这个折线图 它跟平常那个 这个资料不一样 我们可以快点两下 有没有 它就向下填满 可是我记得好像 这边不能快速点两下 快点两下看看 不行 所以它只能怎么样 按住向下拉 OK 所以这个我是觉得 好像这比较不方便 为什么 因为有的时候 如果假设资料量很多的时候 那你如果这样拉 如果底下假设有 几千上万个的话 或者几十万个 那你怎么办呢 这可能是一个问题 可能要别的方式填满的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就完成 我们的第几题 第二题的部分 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实待会 再来 这个第三题跟第二题 其实还蛮像的啦 OK 你们可以试着做做看 好